人体电池 所需的器材有 减流剂 铜片 芯片 音乐IC 食盐水 卫生纸 水 鳄鱼夹线 福达在18世纪的时候发现 不同的金属片通过电解值时 会产生微弱的电流 接下来我们就用实验实际来操作一次 我们将减流剂的负极 接上芯片 正极 接上铜片 当我们握紧正负极的金属片的时候 可以观察到产生了微弱的电流 接下来我们将手沾湿 再握一次金属片 可以发现电流变大了 我们利用食盐水 当作电解液 同时串联两组浮达电池 产生的电流 使音乐IC片发出了声音 芯片 芯片 串联两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